有肉有菜香喷喷的小火锅 不少人都爱吃 火锅沾酱也是灵魂之一 肉菜搭配葱花 洋葱 沙茶酱 滋味更加分 但没想到有民众 因为酱料跟店家起争执 网路po文的王先生 当天花了800多元 单点汤底跟食材 外带要回家吃 没想到店家却没有附酱料 询问店员 却要求加10元买酱料 让他难以接受 那是三点 然后我们接到单点的是 酱料可能要另外算钱 我们一开始就是都会算钱 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就对了 我们就是有这样区分 每间店的做法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接受到的就是这样子 当市店家表示 客人外带整锅火锅 都会附上酱料 但如果是单点汤底或食材 酱料就得额外收费 是店内的规定 不合理吧 不合理 你都灌死了 你都灌死了 那我就不会花那个十块钱 因为这样子买回家族来吃 那我就回家里就用家里的酱就好了 如果少的话 我觉得比较不符合常理 但是如果你拿多很多酱料的话 收费是OK的 民众看法不一 有人觉得不合理 也有人觉得使用者付费 事后店家表示 以王先生买的量 应该要附上酱料 为了至上歉意 想起王先生吃火锅 但当事者婉拒好意 只希望店家做生意 要有适度弹性 避免又惹出争议 迷选宁居民陈佩馨 台南报道